跨省通伴 新宁兰州两地将实现 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 给老百姓带来哪些新便利 多地推进 长三角住房公积金 一体化深化合作 住房公积金全国互认互贷 路还有多远 央视财经评论稍后开评 各位晚上好 欢迎来到 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独家冠名播出的 央视财经评论 先说一个跟今天晚上 主题不相关的事 那就是关于我们的健康码 这两天国家的有关部门 说你到各个地方去 一下了高铁 飞机 要看你的这个健康码 以前是各个地方 甚至到了市一级 都有自己的 但是现在要求全国统一 互相要认对方的 各个城市的健康码 但是这个事情 可能做起来简单一些 马上说认就认了 一个更长期的 能不能互认呢 这关于遇到 我们今天晚上这个主题 关注到的是 住房公积金这件事 就在这几天 大家可能看到了 青海的西宁和甘肃兰州 两市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是日前签署了一个 推动蓝溪城市群建设 住房公积金合作备忘录 今后这两个地方的职工 异地购房 就可以用这个 住房公积金的 互认互带了 什么叫做 公积金的互认互带 它和我们刚才说到 这个健康码 是这样的一个互认互带 是一个相同的逻辑吗 这样的一个互认互带 对于我们的这个 整个的购房和房地产的发展 来说又会有一些 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邀请到了两位 和来我们共同分析 一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邓玉宋先生 还有央广财经评论员 王冠 好 我们先和大家 先通过第一个小片来看一看 这个住房公积金的 互认互带 还有跨省通办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西宁兰州两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将探索建立两地住房公积金 缴存提取贷款等信息共享机制 为两地跨区域流动 缴存使用住房公积金 提供信息支撑 同时两地将推动住房公积金 转移接续和缴存信息互认 在尊重两地具体政策措施的基础上 确保申请异地贷款的职工 与所在地贷款职工享有同等权益 公积金跨省互认多地也在推进 今年8月 互苏浙晚三省一市住建部门 在上海签署 长三角住房公积金 一体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项目包括长三角公积金 异地贷款缴存使用证明项目 长三角购房提取异常警示项目 据悉原先办理跨省市住房公积金 异地贷款缴存使用证明 需办理人自己往返跑办 今后可实现网上申请 让数据多跑路 百姓少跑腿 9月下旬 长江中游 湘 鄂 干丸等四省的 武汉 长沙 合肥 南昌等 共20个城市签署 长江中游城市群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合作公约 将大力发展住房公积金 异地个人贷款业务 拓宽住房公积金 异地互任互贷范围 数据显示仅武汉与长江中游 各城市之间 双向异地公积金贷款金额 达76.56亿元 汇集2.24万户 缴存职工家庭 什么叫做公积金的互任互贷呢 我们先请教一下邓所长 这个词能不能通俗地 给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之前我们大家聊 类似于我们的社保 医保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市级 或者省级统筹的 这样的一些福利制度的时候 都觉得你不认我 我不认你 这是一个惯常的一个认知 公积金的互人互贷 到底什么意思 我觉得主持人 最开始用这个尖刻马嘴里 我觉得是非常形象的 那公积金的互人互贷 前提是互任 就我比如说在北京 那么你可能在西宁 我们在两个城市 那我不知道你的信息 你不知道我的信息 那互人第一步之后 每个脚存的信息 对方的城市都互相知道 互相认斗 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可以做决策 是否可以给这 合适的脚存人意 在当地购房贷款 是这样一个情况 用这个健康码来比喻 就是我西宁到了北京以后 不用下了飞机 在北京县下载一个 北京健康码 再来显示一下 我的健康程度 这人直接就看 西宁就有这个账户 这个健康码 我们是一样的 就像这个信息 已经提前在这个县上 里面沟通 但是互贷呢 互贷就相当于说 如果我去某一个城市 我有当地购房的 一个需求的话 又符合当地的条件 那么当地如果互认互贷 就可以在当地申请 公积金贷款 我来举例吧 我是重庆人 到了北京来工作 但是我想回到重庆 去买房子 我是在北京提取公积金 但是贷款 公积金贷款的一部分 是重庆来发放 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您觉得 在这个时候 我们提互认互贷 它要解决一个 什么样的问题 和我们之前 对于公积金的痛点 我觉得是这样 是因为我们到了 这么一个人口加速流动 这样一个新的阶段 我们再不断谈 整个区域体化 那么人口在城市之间 不同城市之间 有频繁的更换工作岗位 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 这点表现的尤为突出 那它就自然而然 会产生新的需求 可能我在一个地方工作 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买房 或者像主持人一样 我可能在北京工作 但可能我老家是在重庆 那可能我又在老家 购房的一个需求 那这个需求 互人互代 是为了满足新阶段 缴存人的一些需求 应用而生的 王冠觉得呢 我们为什么在 我们应该是90年代 中期早期就已经引入到 这个原本从新加坡 回来的一个公积金制度 实施了这么久之后 为什么王冠觉得 这个时候我们要把它 从市级的层面 提高到市与市 甚至省与省 乃至于全国的层面来做 首先呢 我觉得是我们一方面 大家有这样的要求 对吧 我的公积金 俗话说 我希望能够花得更痛快 我花的地儿能够更多一些 但是我的钱啊 另外一方面呢 我觉得刚才 这个邓老师说的特别好啊 就是现在到了一个 加速流动的 这样的一个历史阶段 那么这个加速流动 其实背后 是我们交通强国战略 所取得的巨大的成就 比如我们今天新的背景片 首先谈到的 悉尼和兰州的 这样的一个 公积金的互代互任 那现在两个高铁 大概只需要 两个半小时多一点点 同样呢 周运举例 你是重庆人 我们共和国 在成立之初 修的第一条铁路 就是成鱼铁路 成都到重庆 当时大概需要 十个小时以上 坐火车 老百姓就非常高兴了 说这个 之前半个世纪 晚清开始就没修好 到现在 我们成鱼之间的高铁 只要一个半小时 所以大家看 十四五规划 才会有我们说 打造城市圈 打造城市群 在这种情况下 当公积金的互任 胡带 进一步释放红利之后 就会激发城市群的活力 来释放经济的动力 我们想一想 我们以复兴号为例 我们的高铁 在两个小时 基本能跑出去 六百到七百公里 如果这两个城市 你工作的城市 和你互任互代 所职业的城市 能够进一步 完善了 你的这样一个职业需求 那么可能 大家在平时的生活 会带来一种 新的双城际的 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与此同时 吃住行游购鱼 一系列的这种 经济活力 都会得到释放 这是从 整个国家的 宏观经济层面 和打造城市群的角度 但是邓所长 我们很多人 像我之前很多年 去办这个公积金的时候 我得跑路 我得去盖章 我得去有书面的 真实的东西 去来调动 我的这个公积金的账户 现在要互认互代了 有没有一些 更便利的办法 让我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尤其城市和城市之间 打通的时候 能够更加便利一些 应该说在过去几年 公积金系统 做了大量的 信息化的工作 而且也正好是 借励信息化 使得我们整个服务的 并洁性 有了明显的一个提升 那么在之前 我们在还没有 很好的信息化 技术的情况下 我是没有办法 很方便地获得 不同城市的 角存人的 基本的这样一些 角存的信息 所以我很难做出决策 所以当时可能 不得已 我们用一些纸质的 必须人亲自到 不同的因心去 我去说 我申请我贷款 或者我提交 我相应的材料 但是现在的情况下 虽然我们整个 信息化建设的一个提速 我们终于可以 完全在通过 城市公共基金之间的 一个互人互带 把人移结掉 就是背后的数据库 是打通的 然后在我们老百姓 这一段 你的手机或者小程序 等等互联网上 都可以来轻松地 进行一些操作 而且17年的6月份 咱们全国的 住房公基金 异地转移接续平台 这个全国的平台 就已经联网了 而且现在还有一些地方 提出了 智慧公基金的建设 我们去新疆看一看 眼下新疆正在制定 全区住房公基金 规及提取贷款 资金管理业务规范 全疆有7个中心试点 实现了业务 通缴通提通贷通还 通过网上预约 市民王多志的60万贷款 很快就办理完毕 自己等待的时间要少 相关自己的证件 原件 也不用什么复印件 其他好多需要的资料 他们在网上带出去平台 就可以调取了 很方便的 新疆建成了住房公基金 业务运行系统 和综合服务平台 通过互联网 办理业务达221万笔 今年新疆住房公基金 预计规及资金 将达440亿元 累计规及额超过3500亿元 今年预计发放贷款220亿元 到今年底 全区石脚单位 将达3.77万家 石脚职工将达208.07万人 同时实现公基金业务 由柜台到网上 由人工到智能 由群众跑腿到 信息跑路的全方位转变 请教一下邓所长 刚才虽然我们用了 很多信息化的 这些现代的手段 但是很多人可能 我跟王冠也有些感受 这个钱那是我的钱 但是要想取出来的话 依然不是那么的容易 它要满足很多条件 所以在有了便利化的时候 我们在使用公基金 无论是提取还是贷款的时候 还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我想这样 首先可能还是要知道 供应金使用的那些 基本的一些政策 你跟阿商谈到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供应金使用 按照我们整个 供应条例的要求 是有一些具体的使用范围 比如说我们购买 购买住房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房租支出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大修 都可以提取 这些是有个具体的 一个使用范围 使用的门槛 对 那我们整个信息化的手段 实际上是解决我们整个 供应金使用的 一个便利性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但是这样的一个使用的话 会不会造成一个现象 就像我们这样的例子 在我们的核心 核一线城市生活 大量的人可能是想反向 到三四五六七线城市 去买房 这样的一个贷款的话 逐渐会往到那个地方去贷款 很少有人反向过来 我在三四五六七线 去缴存供给金 到一二线城市 核心城市去买房 也没有这个购房资格 对 它会产生这样一个 更多的去刺激我们 三四五六七线城市的 住房消费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吗 我想应该是会促进 住房消费的一个 健康的一个发展 因为你会看到 我们很多人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北上广深工作 但可能很多人也会觉得 可能我自己的老家不错 我希望在老家买个房子 我觉得这样一种 互人互代恰好 很好地满足 这样一部群体的一个需求 所以我觉得 整个工精的一个改革也好 制度完善也好 都是不断地适应 缴存人的需求 特别是新的需求的变化 在不断优化 我们工精的使用政策 更好的服务于缴存人 要动态地调整 攻击精的制度 王冠觉得呢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痛点 你觉得是使用的时候 比较头疼 对 我其实觉得刚才 我们谈到这个 刚老师谈到的 这关键词 优化很重要 我也是觉得要优化数据 积累经验 那么同时呢 能够释放更多的活力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刚才咱们对影片 为大家介绍的 像这个新疆 对吧 咱们自治区在推进 相应的智慧公寄金 除了大家看到的 整个的这种 数据找人 就是你少跑腿 服务更便捷之外 那包括在全国范围内 现在大概有 50个以上的城市 彼此之间已经 推行了忽人忽代 但是我们看到 还并没有完全联网 就是更多的是一种 多点式的 或者是双点式的这种 如何能够更大范围的 来进行相应的推进 同时通过这样的 一个推进的过程中 每一笔的从询问 然后到相应的 这个公寄金的 任何贷的这个发放 其实背后是大家一个 置业的意愿 包括有的时候是就业 和你的置业的 这样的一个分离 这些数据如何能够 进一步地加以分析 对于我们未来打造一个 更有活力的 更有统筹性的城市 全是非常有帮助的 更像现在的连接 是有点到了线的 但是线还没有到面 没错 所以这个如何来 进一步地推动呢 今年6月份的时候 其实多部门发布了 2019年的全国 住房公寄金的 一个年度报告 我们来算一下 这里边我们大概 实际缴存的人 差不多是1.44亿以上 全年提取的人数 是超过了5600万 38%左右的人 是成为了 住房贷款的使用者 那这样的是一个 比较不错的 使用的效率吗 未来公寄金的使用 还需要补一些 什么样的短板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年报显示 2019年住房公寄金 缴存额23709.67亿元 全年住房公寄金 提取人数5648.56万人 提取额16281.78亿元 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286.04万笔 发放金额12139.06亿元 缴存方面 2019年住房公寄金 使缴单位322.4万个 使缴职工14881.38万人 分别比上年增长 10.57%和3.08% 非公有制经济缴存 职工占比49.04% 比上年增加1.93个百分点 住房租赁提取快速增长 住房租赁提取人数 1013.82万人 比上年增长32.28% 住房租赁提取金额 937.83亿元 比上年增长28.4% 有效减轻职工贷款利息负担 住房公寄金 个人住房贷款利率 比同期商业性 个人住房贷款基准利率 低1.65到2个百分点 偿还期内 可为贷款职工节约利息支出 2617.14亿元 平均每笔贷款 可节约利息支出 9.13万元 服务方面 全国299个社区城市 建成住房公寄金 综合服务平台 较存单位和职工 可依托手机APP等 多种服务渠道 方便快捷办理业务 326个社区城市 实现了与全国 转移接续平台的直连 实现仗随人走 前随仗走 仗随人走 前随仗走 这是我们一个 终极的目标 邓首长 但是如果要在全国层面 都建立到全国统筹的层面 这条路还有多远 我想我们正在 正走在这个路上 而且我们从刚才的 短门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整个工医金的使用范围 在不断地扩大 我们看到除了这个 贷款购房之外 包括租赁的提取 包括这个还房贷的 一个提取 所以你会看到整个 在2019年 我们提取使用的人数 已经在达40% 应该是一个 不低的一个比例 然后你还可以做比较 就实际上 从我们整个 住房供应金制度 建立之初 一直走到现在 我们一直在不断地 优化我们的 住房供应金的 使用的一个政策 在不断地方便 脚存人使用 然后你会看到 只有脚存人 更便利地使用供应金 提高它脚存人的获得感 那供应制度的吸引力 就会进一步的一个增强 我想这个才是 供应制度的一个初衷 如何更好的增强 脚存人的获得感 不能让脚存人 只看得见 不太容易摸得着 然后企业觉得 还有一定的痛感 所以要让这个 它更加有存在感 王冠觉得吗 对 我也是觉得 我特别认同 就是推进 忽认忽带 其实某种程度上 是为了给民众 脚存人更多的选择 我们现在在全国 大概有1亿5000万 这个交付公积金的 这样的一个 广大的职工人口 那么未来 如何能够提升 这笔资金的 使用的效率 那比方说 是不是和住有关的 和居住有关的 包括买房 包括租房 包括维修等等 这个范围 能不能进一步的扩充 使用的门槛在低点 相应的消费等等 另外一方面 我自己的一个 相应的小小的建议 这样的资金 在沉淀的过程中 如何提升 它的利用效率 是不是可以有一个 也许未来可以探索 和这个缴存者 包括家庭 一个自己的低息 乃至无息的 这样一个 短期的借来制度 那么这样提升 资金的利用效率之后 实际上对于 相应的整个的 我们消费的活力的释放 是非常有帮助的 让它产生价值 产生价值 好 感谢两位的评论 马上回来 就像在微信群里边 两个人聊天一样 首先有了个对话 这就有了沟通 如果建个群的话 大家都差不多 那交流的这个意义和价值 就会变得更大了 所以由公积金的 互人互代 推而广之 建一个公积金的群 让大家在这个群里边 我自己的钱 能够我做主 这是我们未来改革的 一个重要的方向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